你覺得說 看到這個輝哥 你說長期在民黨內 你作為一個美麗島的老人 你說覺得不可思議 告訴你 他只是其中之一 還有第二個 還有第三個 還有第四個 還不知道有沒有 第五個 第六個咧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個案問題 這是個風氣的問題 所以這個那麼大面積的擴散 對民黨什麼時候會有這種風氣的 這個就是很 這個就是這個黨的風氣 現在一定變得很壞 這個很壞的理由 當然是領導者所造成的 第一個就是蔡英文本身要負全部責任 表示他屬於黨務嘛 他對這個政黨的領導之下 他有沒有創造過這個民進黨新的典範 有典範啊 沒有啊 就搞一堆這個東西出來啊 他對這個國家有沒有留下 讓老百姓對他有懷念 或是有 或是尊敬他的地方 沒有啊 可是他滿意度這麼高 滿意度高 我就請問你 蔡英文這個八年當中 將近八年當中 對國家做哪些貢獻 我們會記得 會有一些記憶點 完全一點的 同婚啊 十八歲有參政權的啊 這個 好啊 那同婚跟參選是什麼東西 就是叫做藍綠平權嘛 你同婚的概念裡面 基本上就是平權的概念嘛 結果你自己的黨 變成了一個營窟 變成了一個夜店 變成了一個霸凌的一個 一個競技場 那變風氣嘛 那這個風氣的造成是 出自於哪裡 你知道吧 出自於他們的思想跟他們的觀念 他們的觀念裡面就認為說 我現在小妹妹我欺負你一下 看你一下有無所謂嘛 全部這種擴設啊 這個是全面性的大面積的擴散喔 而且這裡面好多人 像譬如說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Kimberley 講的那個 就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這個還是我的好朋友 我認識他 對不對 所以說他從大學開始 就有這個敗行練習啊 在2019年前往民進黨青年部攻讀 攻讀就害怕是大學生 就碰到了職場的性騷擾 剛才講到的 他就每天傳電話給我 叫我出去小酌看夜景 還有泡湯 這個只能用噁心兩個字來形容 沒有正確的形容詞啦 但是據我的瞭解 如果是我那位朋友的話 我今天有稍微打聽一下 他的同學告訴我說 他從大學時代就有這種的習慣 所以這是一個常夜慣犯 因此這些人不是一天造成的 他是累積的十年二十年 對女性的不尊重 他以這個就好像貫切一樣 他是一個 他是個慣犯 那這種慣犯在這個黨內 到處就形成了一個風氣 怎麼會把泡湯兩個字 寫成文字去給你 就算你的女朋友也不可能 寫這種字啊 對 這太離譜了嘛 所以這個叫做第一集跟下流 那第一集跟下流是出處於哪裡 那不是行為問題 那是出處於他的思想 跟他的教育問題 他們的道德觀非常非常的低劣 所以看著今天那個輝哥 他在寫的一大篇裡面 最後四點裡面 第四點是請告你 然後只有律師 你爸叫律師給你告 就跟蔡慕麟一樣 蔡慕麟也是一樣啊 結果我這邊在這邊告訴你 蔡慕麟跟輝哥 你爸不在走告 你什麼玩意嘛 對不對 要告大家來 這種傢伙啊 你根本在台灣 連生存空間都沒有 主要路上大家吐口水的人啊 董事長 我真的太驚訝了 今天這個性騷擾事件 一個一個報 但這我最驚訝的是 有一個小男生 去指控王丹九年前 他裡面是怎麼寫的 他講說他是當時 他說他是差一點是被強暴的 然後呢 弄出一個六次 請你道歉 這件事情王丹的回應非常不理想 因為王丹講了一二三項 他的暗示就是說 這個是有政治陰謀嘛 一看就這個意思嘛 那王丹今天要對這個事情做處理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馬上到台北地檢署提告嘛 王丹不提出告書的話 他的清白永遠不可能被誠心嘛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對 因為我前兩天有人在外面 亂七八糟寫些東西啊 我今天就到法院去把他告了 他說我行的證 坐著直 我不怕人家講 我繼續走我的路啊 那個是 這個是謠言止於自責 是自我的一個安慰的說法 因為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這是他指證歷歷 所有的細節交代了那麼清楚 對 然後他的在這麼清楚的 指證的情況之下 不管他真假與否 王丹只要不提出告書的話 王丹在整個他的政治生涯上面的話 政治生涯就面臨到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 而且他有提到 你為什麼拖這麼久 大家就問他 九年前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拖到現在才講 他說其實他早就想要說出口 但是他是一個政治工作者 而且他是一個未對家人出櫃的同志 然後他講 所以我當時不想講 他現在是豁出去了 被害人不需要解釋他為什麼要爆料 很簡單的 我是被害人 我為什麼告訴你說 我爆料的時間是我選擇我最勇敢的時間 很簡單 這個背景跟理由一定非常複雜 所以我認為被害人選擇他自己爆料的時間點 是他的權力 已經九年已經 表示已經非常委屈了 對不對 他這個時間點選出來的話 現在唯一的問題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加害人 你要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今天很簡單 在美國你看川普都被人家告強暴 對不對 這個全世界都有可能 因為這個信品本身 就是一個道德的問題 就是一個普世價值的問題 今天王丹身為一個政治領袖 身為六四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精神指標 他的道德有重大瑕疵的話 他本身就沒有辦法再承擔他的政治的使命 他講說性騷擾事件完全不存在 已經清楚說明我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不再做任何的回應 我的政治活動不受任何的影響 他當然受到極大的影響 怎麼不受到任何影響 因為我們對王丹彼此很陌生 但是我剛剛講了 王丹他承擔著這個六四的歷史的使命跟責任 當他的形象被受到挑戰 受到影響變成一個強暴犯的 一個嫌疑犯的話 那他本身就沒有能量 來承擔這個六四的歷史使命 是很簡單的事情 他不是他個人的問題 他為了這個運動 為了這個歷史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歷史的記憶 他本身要站出來控告這個小男孩 才能夠還他一個最起碼的一個清白 才能夠平衡這個事情 不過他他的續航力 他沒有續航力走下去 對啊 對不對 這個是 所以王... 而且如果按照這個人所講的 王丹就故意把他照到了美國 叫到美國他人丹事故的時候 就叫他去看窗戶 看窗戶後 從後面用力抱著他 那個我們能再講下去 太難看了 所以這個每一個強暴的情節 都有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有一個特性 就叫做強欺弱大欺小 然後就是一個很低級 很下流的行為 就是很簡單嘛 所以為什麼美國的 M2的運動 會在全美國像野火般的燒開 現在台灣我認為非常好 這兩天民進黨這個行為 炸開了 已經整個炸開了吧 這個剛剛韋翰講的M2不是2 那個M2不是1234的事 是我也是 現在一大票跟進了嘛 所以賴清德用寫臉書 來交代了結果 變成引出了什麼 引出了一個謝佩芬啊 所以賴清德一定非常後悔 他莫名其妙寫什麼臉書啊 賴清德本人要幹一段道歉嘛 謝佩芬居然在賴清德的臉書底下留言說 三年前被性騷擾的時候 很多人要他忍耐 可是這種行為真的是忍無可認 沒有什麼大局可以正當化 這種性騷擾的惡行 好 我要解讀這個最可怕的事情 叫這句話 謝佩芬講的是關鍵的話 叫大局 什麼叫大局 大局就很簡單 政權嘛 就是你民進黨是個黑社會 你為了要掌握政權 什麼手段都無所不用其極 就認了嘛 就是這個簡單的一句話嘛 那這個話講得通嗎 所以民進黨在為了大局 為重的情況之下 在掩蓋他自己非常多的罪惡嘛 那很簡單 民進黨派系裡面有黑道 那是不是大局也不能夠爆料 像我去批評民進黨 不能批評 要大局為重嘛 所以要以大局為重四個字 他會做什麼事情 會做什麼事 他當然是對老百姓 就是非常不好嘛 他是一個很低級的政黨嘛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講的平權 現在只講到這個女性平權 女性基本權力的問題來講的話 他都做不好的一個政黨的話 他能夠對這個國家會有任何的貢獻 跟任何進步的可能性嗎 所以賴清德本身面臨到非常重大的一個政治危機 他不能用這種敷衍的態度 用個血臉書的方式來處理 他要整個的痛心的去檢討這個問題 不是來自於一個簡單的一兩個行為 這是一個整個風氣的問題 所以民進黨一個為惡 做壞事的風氣已經全部明白 而且長期存在 那其實要面對的是這個事實 所以董事長 你剛剛看到那個反抗軍 兩支反抗軍 之前講的 你居然全部都是美軍裝備 我想說是美軍裝備 就誇張了 他現在連磁身機都有 有坦克又有裝甲裕兵車 他是真的有作戰能力 而且現在這個作戰能力 已經讓整個俄羅斯如驚弓之鳥了 這個當然就是烏克蘭的部隊 可是這個部隊 他憑什麼能夠長驅直入 你覺得是烏克蘭的部隊 當然是烏克蘭訓練的 這極力本來就搞不清楚 烏克蘭跟俄羅斯人 本來根本就是同一種人 但他憑什麼能夠長驅直入 憑什麼從邊境直接進去 他還有他本身的國民兵 那國民兵為什麼沒有辦法抵擋他 當然你看到有他的宣傳片 有看到一些所謂的機械化部隊 他的機動能力很強 最重要還是空中情報 他最重要的還是在他的精密的 情報作業上面 贏俄羅斯很多 所以俄羅斯沒有辦法 捕捉到他的主力 那他可以精準的計算到俄羅斯的 所謂的集中的要攻擊的標的物 這關鍵還在這裡 這就回到了整場戰爭的核心的點 從去年的2月24號的第一天開始 你就看到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說一個大規模的 一個作戰開始的時候 俄羅斯混亂成一團 他的補給也不夠 他的裝甲車也不夠 我看昨天一個統計資料 全部俄羅斯大概損失 大概兩千萬 兩千架裝甲車 那其中有五百輛的裝甲車 俄羅斯舒適裝甲車 被烏克蘭擬獲 修復以後可以使用 對 搞什麼東西 所以提供給烏克蘭最多裝甲車 還有五百輛裝甲車 所以這怎麼會造成這種事實 這個理由是 當然是北約的整個他的科技情報 他的高空 從衛星 從他的這個空襯機 從他的整個 他這些相關一系列的情報作業 他整個把你掌握得非常精準 這個整個典型跟你... 我們看到畫面很熱鬧 其實不是 畫面熱鬧的部分是什麼東西 就是回到我們這兩天 談的一個大的問題嘛 這就是NVIDIA的演算能力嘛 就是AI的演算能力嘛 我這邊計算力比你強嘛 我人數比你少 我的部...這個裝備比你少 可是我精密打擊比你準 你這邊一大堆啊 結果你... 你知道你知道 等到大部隊運作 還有裝甲機動車輛運作 還有人員問題 還有後勤問題 還有醫療問題啊 我光看到昨天一個報導 這俄羅斯的醫療 因為他的醫療的不當 前線醫療不當 不應該死亡的人數 高達50% 有上萬 有二十萬人損失 二十萬人損失裡面 將近有五六萬人 是在第一線處理的時候 緊急醫療程序不當 搞得變成這個樣子 可是北約這邊不一樣啊 你看看 美軍在開始 在打中東戰爭的時候 他第一次部隊進去 五十萬大軍進去 有條不問的降落 那個美國人在二十年前的 他整個的後勤前線做的部隊 全部的那個計算佈局 根本沒有亂過 沙漠風暴 他沙漠風暴裡面 最大量的死亡是什麼樣 傷亡是什麼造成的你知道嗎 車禍 是車禍造成的傷亡 他從來沒有 所以他現在也可以用無人機 來攻擊俄羅斯了 他不是 無人機昨天有五輛 有前幾天 有幾架無人機 直接轟炸莫斯科的 莫斯科首都嘛 那直接 那為什麼他能夠 那你就算啊 那怎麼可能 你想想看 無人機要從這個 從基辅 從烏爾邊界到莫斯科總共多少公里 六百到五百公里 無人機不可能飛過去啊 那是誰 從哪飛到 情報嘛 那就是有滲透進去了嘛 在地的無人機 在莫斯科當地的 放了無人機進去 直接轟炸你嘛 結果你的防空 你的防空能力 完全沒有辦法抵擋 所以這是真實的現象 所以他講 回來我講個結論 就是整個的作戰的實力 還是我們回到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AI的 技演算能力精密打擊最強 科技能力 北約占了絕對的上風